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 我就有钱赚 对吗 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 一点就多 好 这有钱不赚是傻子 你尽管运 你运得越多 我就赚得越多 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 谭司令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是为了帮你啊 正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要相信我 我这可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 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 你 你不会生我气了吧 司令知道你们憋着坏 就等着你们来呢 带走 走 走 太玄林 这人也见不到 我们已经分开六天十个小时了 我想死你了 哪有那么久 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 哪不行 打电话 又听得见摸不到的 还不如不打 那这是你说的 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反正我每天都很忙 根本就管不到你 别 别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好了 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我就先走了 别啊 这么快就走了 我还没报告呢 我们刚才不是财报过吗 那 你觉得 晚清这个姑娘怎么样 父亲 是想向穆家提亲吗 我跟穆公早有联姻之意 现在穆公将产业交给晚清 晚清一个女孩子 独立支撑家业颇为故意 如果有都军府做靠山 对她队友们都有好处 不过 不知道你是否对她有意 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想法 晚清秀外惠中 又与我是轻微竹马 我自然是喜欢 还有什么喜事啊 说出来让我听听 我也沾沾喜气 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 父亲 要替我向穆家求亲 这么 这么突然啊 我想啊 是该给他 讨一门亲事了 俗话说得好 成家立业 男人嘛 总得有个家 做事才有底气 听都君的意思是 对 光耀贤之 看上我们家晚清啊 晚清这孩子得体大方 又跟光耀做过秘书 两人情投意合 唐清 你都听到了吧 我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清楚 别轻决妄动 我有办法 喂 明天十点 老帝房间 你想到办法了 还是见面再说吧 事出紧急 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 你要不然先答应 就当是权宜之计 婚姻大事怎么可能是权宜之计啊 是你爹和徐伯君已经定下婚期 你这个时候硬顶 你不仅委屈你自己 你还会连累我 是你自己说要陪我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少的 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君 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 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 你混蛋 文青 你听我说 我知道有人在盯着我们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还是能打劲 我这就顾过眼啊 而且演戏嘛 就得你别致 居然敢戏弄你男人 我回头再收拾你 等我消息 谭旋梨 你给我记着 文青 还在为婚事烦恼吗 小军 我有个东西 想给你看一看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准备去找廖先生 在国外的报纸上 刊登徐伯君旧案重申 把消息放出去 遭到云雷达里 逼培训开庭 不行 你这么和他硬碰硬 万一把他逼急了 他就算扳倒了徐伯君 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 既然他要的是军饷 那咱们就给他军饷 他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 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 嗯 文青 这不是小说 不怕 我付得起 夫人哪 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 包不包括我呀 你呀 嗯 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 还让我斗贴钱 哎呀 夫人辛苦啊 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老婆妹妹三条小命 全攥在老子的手里 我当然相信都军的能力 您想不想让徐伯君也有来无回啊 都军 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 明大城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奉高等审判厅之命 岳城都军徐伯君 罪名成立 即刻予以逮捕 裴都军 这个人很像徐伯君啊 你们无权搜查我们的国民 而我 就是现在打死你 你们也无权审判我 明天跟我一起回上海 少君他受伤了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 你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怎么可能把你留在这儿了 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 我特别不想让他留在北京 但是他因为你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就要看看 这个让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到底值不值得他这样 哥 你头也让我留下来了 哥 谢谢你 你真好 你真的是全天下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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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哥哥了 白眼了 哥 你吃错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没人给我看 也没人告诉我 是 要是不来韩国关 我竟不知道我学家已经命学一线了吗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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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安全 独军 你们一直挂念着 要早一起走 好